本聚5年2.25亿,农梅哥正式逼宫,加入虎人已到计时,魔术师,詹姆斯最佳搭档,休赛西的自由市场已经日渐停息,进入卫生阶段,走没了往日频繁交易的热闹场景。 这个夏天专得盆满钵满的,除了休斯顿火箭救赎洛杉矶湖人了,都说火箭总经理莫雷最喜欢马上发大财,专业简陋,不过这个休赛期,恐怕莫雷已经被魔术师后来之上给超越了,不费一兵一卒就把联盟第一人勒布朗詹姆斯带到了天使城,好一招麻天过海,让一同招穆詹姆斯的其他球队满脸懵逼, 感觉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,却雷不济眼耳之势,好一个快速了得。 不过,在竞争惨烈的西部,要想拥有高度的话语权,单单一个詹姆斯领衔的胡人队,要想立足,现然还差点东西,不强的就成了魔术师约翰逊接下来的核心工作内容。 不过,之前传闻有一家蒙湖人,的球星最后都阴差阳错的早丢了,看来只有守株带兔来的切实祭典。 而魔术师对提湖当家球星安东尼大维斯垂涎已久,做梦都想着把他弄来跟詹姆斯搭到组建新版OK组合,冲击总冠军。 青奥尔良提湖对这个夏天的两大被以索斯操作,可以说告诉了球队的未来,下赛季能否再次打进季后赛? 真的是个大大地问号,虽然有联盟第一大前锋,龙梅作阵,但是上赛季那阵容,在西部也只能勉强打进季后赛。 经过休赛期的变动,下赛季要想再次,进季后赛恐怕凶多吉少了。 提湖为了稳住阵脚,据说已经为戴维斯提供了一份5年2.21的顶星合同,想要留住这位当家球星作为球队多年的基石,但被戴维斯当机立断的给拒绝了。 戴维斯表示,他还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未来,是否在提湖,终究提湖管理层害怕的事还是来了,留不住戴维斯也意味着失去了未来。 而戴维斯考虑的也是如何赢得更多的比赛。 冲击总冠军,据洛杉矶时报记者报道着,魔术师约翰逊已经跟提湖管理层取得了联系,试探性的询问了下交易得到安东尼戴维斯的可能。 据悉,提湖管理层现在也很矛盾,他们也不清楚是吉利挽留戴维斯还是交易他,但是从目前来看,戴维斯对提湖很失望显而易见,既有可能性不再信奥尔人了,从拒绝502.251合同那一刻起。 提湖管理层也似乎明白了一切,据悉,之前抓呼人给出的交易筹码是,库斯马加鲍尔加哈特加两手轮签,不过这一次魔术师补充道,如果可以的话他会考虑把英格拉木也放入其中。 现在就等提湖的答案了,保不准提湖也就答应了呢,毕竟现在作笔交易,换来些潜力信心和筹码总比最后什么都得到不大划算吧。 那么,果敢的说一切顺利,戴维斯加蒙湖人也可以进入倒计时了,詹姆斯联手戴维斯的画面不用说,也可以想象该有多美,两人都是自己为止的第一人,这二人,足要是达成。 请问联盟还有哪队二人组可以媲美的,魔术师说过会在这两年的夏天,为胡人,带回至上两名超级巨星,不然自己就已经辞职,交母思去了,下一位是安东尼大维斯吗?拭目以待。